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继续为您邀请到了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 胡小珍老师来到节目里 胡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好 好 在前两集的节目里头老师带着我们去逛了花园 好美丽但是好危险的 花园 以前我真的从来没有用这么有趣或这么不同视角的方式 看过这个古典的园林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今年的大主题 牡丹亭 但是我想先请教老师一下 在看这些牡丹亭的这些读者里头 有没有做过什么研究 就是男生还是女生阅读以后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有没有 如果我们谈到数量的话那肯定男士多嘛 对不对 因为男性的试字率当然还是比女性要高很多的 所以就数量来讲呢 肯定是男生多 但是接受的深度或者是热爱的程度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你对一个作品的欣赏是觉得这好精彩 还是说这就是我的生命 是不是不一样的层次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不过我想之前像华为老师啊 或是安琪老师啊 他们来上节目来谈牡丹亭的时候 一定都提过牡丹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而且呢有一些就基本上是传奇性的阅读史 是 例如这个他们可能都提到说有的读者 因为太爱牡丹亭了 读者就把自己给读死了 那么殷勤而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英文小 其实不是英文小说 它原来不是英文的 叫做玫瑰的名字 还拍成了片 我非常喜欢 是那个Amboto Echo的作品 这个玫瑰的名字里面也是读书读词了 是 但是呢那是 毒药 对那是因为毒药 而且什么是毒药呢 是因为那个下毒的人 他认为笑是不道理的 笑是对上帝不尽的 不可以笑 所以呢这个看了会笑的书呢 你就该死 所以这是一个被动的 好像是一方面又是对于笑 对于文字的力量的一种 其实就是文字的危险 一种肯定 那么在牡丹亭 甚至是后来的红楼梦 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的接受史里面呢 是一个对于情感深度 可以用文字直接的传达到 一个人的内心 的一种肯定 所以那些事情呢 就是无可证实 对不对 这些传说 但无论如何 人们相信牡丹亭 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力量 是 那当然也有这个演员在台上 因演牡丹亭而情死 我真的很不想很煞风景的说 其实突然心机梗子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去诠释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了 这个艺术作品的力量 这个对于艺术的相信 才是我们的重点 那你可能要问说 好吧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读了都会死吗 都会感觉读了 毕竟不是 但是多半的人在读了牡丹亭 或者是看了牡丹亭 这个戏的演出之后呢 其实我必须说 在古代可能读了书的人 可能不见得少于那个看了戏的人 对不对 因为看戏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可是当时出版文化非常发达 所以读剧本反而是比真正去看戏 还要更容易一些的事 那么读者读了 或者是观众看了牡丹亭 他的接受 我们只知道说 我们看到一些记录说 当时的人 哇每一家都在读啊 好爱读啊 只有这样子吗 那他们读了以后到底什么感受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又没有办法穿越回那个时代 去问他 对不对 还好 还好 好家在 就是呢 古典时期呢 人们有一种习惯就叫做 眉批 对 平典文化 是 你读着 有感想 你就写在这个书的旁边 对 我爸爸就是这样 他到现在 他到现在连看报纸 旁边还要写他的感想 太伟大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个写在旁边的这个眉批呢 我们现在如果用学术的语言来说的话 就会说那个叫做副文本 就是那个作品本身是主要的文本 而这个后面的人呢 在旁边写的这个眉批呢 它是一个副文本 当他跟这个主文本一起呈现的时候 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这个新的文本 所以你看 当我们每一次读一个作品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给了他一个新的诠释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加入了这个作品的再创造 所以写眉批呢 其实就是一个 也是一种创造 诠释就是创造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么问题是 如果你的眉批就放在家里 也没人知道了 对呀 还好 又是好家在 那么这个古时候呢 有人会把这个眉批跟这个主文本 一起把它重新出版 而且还流传到后世 让我们现在的人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评点 认识到 那个时期的 某一个地区的 什么性别的 什么样背景的人 他是这样来读 看这个书 有趣的是 最受到现代读者注意的 牡丹亭的评点呢 女人写的 这挺有趣 绝对不是男性不读 也不是男性不批 而是我想女性读者的反应呢 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都是又把它变成了书 然后流传下来的 今天 对 那是一个有意识的举动 就是他是有意识地认为 这个评点 有他 评得很好 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这个其实呢 真正的专家是这个 香港中文大学的华为老师 他是有专门的文章跟书来写这个问题的 那我当然就是借宝啦 跟他学习 就把我学习的成果跟大家讲一讲 他呢 有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文章 还有后续的一些研究 是在讲两个牡丹亭的这个评点的本子 这两个评点本本身后面又有传奇的故事 所以整个就是牡丹亭的传奇接受史 第一本呢 叫做《无无山三副评点》 这可能节目里面以前也提过 真的是一个传奇故事 老师要再把那个名字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的话不知道 好 这个评点本呢 叫做《无无山三副评点》 《无无山》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无呢就是这个口天无啊 这个人呢 他真的就姓吴 他本来的名字叫吴仁 人就是人类的人 叫吴仁 这名字真是太口子 没有人 那么这个无山呢 其实他的字 他的字呢 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口天无 所以他的这个姓加上字呢 就是吴无山 三副呢 副就是妇女的副 三副就是他的三个太太的意思 那这个人这么花心吗 这么多个老婆 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资格评点牡丹亭了 是 这个故事好传奇 对 这个故事真是传奇 就是说这个无无山先生呢 他本来有一个定过亲的这个女孩呢 叫做未婚妻叫做陈童 是一个才女 小小年纪 就跟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一样 对于牡丹亭呢 有非常深的感受 而且他就是有这个习惯 一面读呢 一面就加以批点 可惜呢 这个女孩呢 就不幸短命辞矣 并没有记录说 他是因为读牡丹亭 读死的就是了 但是他一定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就是肯定的 那么他的父亲呢 就认为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书 害了他呀 气死了 就是要把他的东西都烧掉 还好他的奶妈呢 就把一部分就存下来了 那么就给了这个吴山作为纪念 他的未婚夫 对 他们是这个有未婚夫妻的关系 那么古人呢 是不结婚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吴先生呢 肯定不能因为思念成童呢 就不再结婚了 所以他一定要还是要再娶 后来结婚的对象呢 叫做谭则 谭是谭话的谭 则是原则的则 这个谭女士呢 也是一个才女 而且呢 他对于这个丈夫的 以前的这个未婚而死的妻子呢 其实也充满了一种同理心 就是他完全没有嫉妒说 丢掉丢掉 没有 他反而把他拿过来仔细的研读 并且呢 跟他产生一种 某一种心理上面的连结 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 比较不能够理解的那种连结 但无论如何 这个谭女士呢 他就对这个陈女士的评点呢 其实非常的在意 他不但去阅读 同时呢 还就是继续写 就把她的东西 更加的丰厚起来 很可惜呢 这个谭则呢 在几年之后呢 他生产的时候 不幸过世了 那么这个吴先生呢 他之后呢 又再娶了一位太太 这个太太呢 叫做钱姨 姨是世姨的姨 何姨的姨 这个钱小姐呢 她呢 当然也是读过书 试过字的 但是她原来并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文化水平 但是她跟这个吴先生结婚之后 她非常努力上进 积极学习 所以积极学习的其中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看她的前人 她的那个已经离开人世的这个 两位姐姐 写的东西 因为这个钱姨是小了 至少十几二十岁的这样的状态 她就是从这两位姐姐的身上去学习 看她们怎么去读 红楼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阅读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小群体 这个群体呢 她们其实是 你几乎可以说她们是隔代的 对不对 像钱姨 比她们小了这么多 但是她可以不但透过文字 还透过那个材料 因为她拿到的是手稿嘛 是真正她们当时翻过 可能翻烂了的书 上面有她们画的圈 有她们写的字 所以不但是文字 还是那个物质 我们现在 我觉得现在人比较 不能够想象 我们看电子书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丧失了 那个对物质的感觉 但其实 像以前我们常会说 先人留下来的东西 什么守则 有没有 那个则是那个 名山大则的那个则 守则 你手摸了 其实留下一些痕迹 你的指纹啊 你流汗啊 等等 一切的东西 那个物质性是留存在那里的 所以呢 这个吴吴山的 这个三个妻子呢 她们对于牡丹亭的接受呢 是不但透过文字 也透过物质的传递 形成了一个 以这个主要文本为中心的 阅读的一个小圈圈 那当然这个丈夫在里面 也扮演角色的 对不对 她跟他们一起读 她还要负责给他们出版 等等 所以丈夫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那么这三个女性 她们对于牡丹亭的分析呢 就会非常的集中于 对于这个女性的心理的 非常细腻的分析啦 她们会特别突出 所谓情的价值 她们会非常肯定说 为情而死 绝对不是一个背反道德 或者是琐碎的事情 她们会觉得这是一件 至情至性的 不需要后悔的事情 那么像这样子的东西呢 当然在即使在当时 也会被认为是一个传奇故事 对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也的确是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 不只是说 她们都同时 对于同一个文本 有感觉 更是那个女性跟女性之间 透过一个文本 而产生的一种连结 这其实就是一种情嘛 你也可以说 它是一种至情 那这个情其实跟 牡丹亭的核心 那个情 其实也是连接在一起 是 那么华为老师的 另外一个研究的重点 这个评点就是大开眼界 这个东西叫做财子牡丹亭 是财子家人的财子 财子家人的财子 这真的很财啊 真的大有财啊 因为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人曾经 或者是从来没有人敢 这样读牡丹亭 老师讲的好玄喔 财子就财子 他到底怎么读了 你看呢 以前的人就要突出说 这个青春意识啊 财子家人的结合啊 是不是都有给你一种浪漫的感觉 对 就像我们以前读的 穷瑶小说里面 穷瑶一定不会给你写 床帝之事 也写得很朦胧 朦胧 对 要朦胧之美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财子 我们先讲这个财子牡丹亭 是这个贫甸者是谁 那么他们呢 其实应该说是一对夫妻 男的叫做吴振生 女的呢叫做成穷 他们其实对夫妻 所以这个评点 应该说是他们合作的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很难分清楚 说是哪个是哪个 未必能够分清楚 因为人家是 规格当中一起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分不清的 那么它的产生的时间 是18世纪初 也就是雍正年间 这个评点呢 非常非常的大胆 怎么个大胆呢 就是他把整部牡丹亭呢 都读成了一部情色 或者夸张点色情的书 整个的诠释呢 都是情色化的处理 整部吗 整部哦 他还不只是说 一开始告诉你说 这个刘梦梅跟杜丽娘 在这个杜丽娘的梦中 在太湖石畔 怎么样 不只是这样哦 他认为这本书的这个诠释呢 认为牡丹亭呢 连每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名字 或者是里面的某一个物品 全部都是性的象征 哇哦 例如说柳梦美 哇好美哦 他告诉你说 可是柳树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呀 他们直接就这样子 他叫做男根 根就是那个树根的根 是 男根其实就是指男性的生殖器 是 更夸张的是 杜丽娘的崇拜者 不知道会不会昏倒 他告诉你说牡丹 牡丹呀 花中之王啊 美丽呀 牡丹呢 根据他们的诠释呢 就是女根 哦 哇 所以 所以牡丹亭中柳梦梅出现了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 根本就是一个阴阳和和的状态 那以前有人敢这样来 诠释牡丹亭吗 这应该在当时也是很劲爆的事情 对对 所以这本书就被禁了 可是很有趣 即便他们这样子去形容 这个书还在当时曾经出版过 所以其实是到当代 才又被发重新发掘出来 因为实在是太大胆了 那么你当然可以说 有一些地方 我们现在文学诠释上面说 这个叫过度解读 这个意思 是 我觉得在很多地方确实也是过度解读 我自己也觉得是过度解读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没有错的 就是他讲了一个大实话 他讲了一个大白话 那就是 你看 杜丽娘在梦中看到刘梦梅 虽然刘梦梅有说 小姐你看这景色多么美 你要不要复诗一首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进行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在某一些才子家人小说里面 还真的有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之间 先透过 比方说我写一首诗在手帕上 证诗 在扇子上 不小心给你看见了 等等 之类我会说 哎呀 这位女士真是有才 或者是这才子 人间难得等等 她是不是透过这个文字 有了心灵的交流 或者说至少我觉得 这个人是又有才又有貌 可是牡丹亭不是这样 他们还没机会做这事 而且我记得华为老师讲过说 他们都没有说话 对 根本就没说话 对杜丽娘都没有说话 所以你要硬说杜丽娘是看上了柳梦梅的什么 好像也怪怪的 还没看到嘛 还没看到嘛 所以她看到了只不过 哎呀 这个风流俊雅的书生罢了 所以她喜爱的是什么 其实汤贤祖也没有蛮你 不是吗 本来杜丽娘就是目色还魂嘛 那所以其实才子牡丹亭 她只不过就是把这个层次给你拨开了 很残忍的给你拨开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当然也是因为 你要说是礼教限制也好 要说是各种文学作品 跟我们喜过脑也好 我们好像认为 只有这心灵交流 才是真正的爱情 才是正途 什么的 但是其实呢 才子牡丹亭她告诉你 其实第一个 没有欲望的女人不存在 除非是石头 像这个石道姑 第二个目色 这个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它没有被赋予道德上面 这个负面的价值 它一样是有这个真情存在的 这个可能性 我想这个女性 所发出来的 对于牡丹亭的这个评价 到今天 仍然能够让我们眼睛一亮 哇 才子牡丹亭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的确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子的 一个评点的版本呢 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来听一段唱段呢 那这个是昆曲 辽杜庚提曲 这一则里头的一段唱段 那辽杜庚呢 其实就是写到 明清时候妇女乔晓卿 他读了牡丹亭之后 他心有所感 于是他在这里 写了一首诗 我们一块来欣赏 这是由汪凤梅老师 所带来的演唱 是由汪凤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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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凤梅老师 是由汪凤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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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凤梅老师 是由汪凤梅老师 汪凤梅老师 是由汪凤梅老师 汪凤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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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去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中研院文哲所的胡小珍老师 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这个才子牡丹亭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觉得好难想象有这样子的一个评点 不过我记得老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曾经跟我们提到《红楼梦》里面 黛玉这个多愁善感的女孩 我记得好像里头就有一段是黛玉读西乡 可是好像有一段跟牡丹亭也有一些关系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写到昆曲的 昆曲的剧目出现了很多 而且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背后都是有含义的 对 那么上一次在节目里面 我们提到的是《红楼梦》里面 黛玉藏花的那一段 黛玉其实藏了两次花 第二次就是她唱藏花词的那一段 那么第一次藏花是跟贾宝玉碰到的 这一次那我们讲的是这一次 那么黛玉藏花呢 她对于大官员这个园林 这个园林是美丽的 是理想性的 是似乎是先进 似乎跟人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园林 林黛玉这个女孩子 她其实是有一个更复杂的理解 我重复一下上次提到的 林黛玉她知道 她体认到这个先进般的园林 其实是跟外面的世界 只有一墙之隔 而且这道墙根本没有用 因为墙没有办法阻断 园子里面的那一道流水 终究是会向园外流去 那么外面的世界是脏是臭 是园里面的人绝对无法控制的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是《红楼梦》的 应该是第二十三回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么还是小说的比较前面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 贾宝玉呢 跟这些女孩子们呢 是才刚刚搬到大观园里面去住 这是大观园美好的青春年代 所有的人都这么年轻 一切都这么美好 什么事都是向上发展 天天向上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林黛玉她就有这个感受 她就知道彩云一散流离脆 美好的事物是这么的脆弱 她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理想跟现实 还有干净跟脏跟污浊 是根本就是同一道水 是 或者说其实就是那面镜子 一面镜子的正面跟反面而已 你是翻转过来就是另外一面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 林黛玉我们知道她是降诸仙草的转世 真的是天生带来的一种灵慧跟亲民 才能够有这样的超越性的一种体验 那么就是在这一回里呢 林黛玉不是告诉贾宝玉说 这落花你不能把它丢在水里 那会脏 你要把它埋葬起来 在这个之后呢 贾宝玉呢就说来坐来坐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这个时候贾宝玉呢就介绍林黛玉说 这个有本书好看 其实小说不是这么写的 贾宝玉其实知道这个书呢 有点不正经 她想藏起来 可是她怎么藏得住呢 林黛玉眼睛多尖啊 林黛玉马上就说那什么 好那贾宝玉当然不敢瞒林黛玉啦 就拿出来给她看 说不能告诉别人 这个原来什么书啊 小说上跟你说 这本书叫做慧真记 那我们知道慧真记 其实是一个唐传奇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还蛮短的一个小说 也叫做阴阴传 就是这个阴阴的故事 但其实他们现在在读的 绝对不是那个唐传奇 而是元代的杂具《西乡记》 因为《西乡记》才够 他们后面有这么多想法 那个慧真记没有这个功力 因为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他们读了这个 我们都知道《西乡记》在讲什么 对不对 它一样的是一个青年男女 自主谈恋爱的故事 也在花园里 对也在花园里面 那么他们现在人也在花园里面 不但在花园里面 而且记得吗 我们上一次节目讲过 这是春天三月 他们坐在不断地落下 桃花红雨的桃花树下 这样的一个场景 真的是天人感应 他们两个人脸都碰在一起 头都碰在一起 一起读了《西乡记》 这真的是一个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审美经验 太美了 对林黛玉来说 那就是一个情感 以及欲望的一个启蒙的仪式 因为她真的还是一个小女孩 在此之前 其实是没有这个启蒙的 那么这一段结束之后 那个贾宝玉被叫走了 林黛玉一个人被留在园子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小说就写说 林黛玉就站起来有点无聊 不知道去哪 走着走着 她就走到了梨香苑 这是《红楼梦》的一个建筑物 叫梨香苑的墙角的外面 梨香苑现在是谁在住 这个贾家他们养了一个戏班 里面有一堆女孩子唱戏 就是所谓的加班 那么她就在这个梨香苑外面 就听到里面的女孩子在练唱 而且唱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昆曲 是非常高雅的昆曲 就听到里面有人在吹笛子 而且笛子吹得非常的悠扬 非常的好听 唱歌也唱得好听 是如此的细腻婉转 林黛玉说 哎呀那12个女孩子在练音乐 那么她本来没有要去听的 但是呢随着风声 这个音乐就是传到她耳朵里面来了 而且呢字字清楚 好这里是怎么回事 林黛玉绝对不会走到梨香苑里面去 那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对不对 她是隔墙听曲 听到 那我们就要想说 为什么是要隔墙去听呢 因为这个时候她只能用耳朵 没有视觉的干扰 对不对 她不需要看到那些漂亮的戏服 她也不需要看到演员的做工 她也不需要听到旁边的人的说 品头论足 哎呀这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 也能演杜丽娘吗 等等这些都没有 她完全就是用她的耳朵去听 这个时候她听到的 只有音乐传达出来的情感 只有音乐里面那个唱词的文艺 所以这个接受呢是很纯粹的 是 这跟听我们去坐在戏台下面 去看戏听戏的美感经验呢 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好那她听到了什么呢 这是这个黎香苑的女孩子在唱哪一段戏呢 她听到了这样的戏文 曲文 是这么说的 我们都好熟悉 原来是岔子烟红开片 似这般都富于断井腿圆 这什么曲子 我们的听众没有人不知道 这不就是牡丹亭里面杜丽娘游园的时候 所唱的那个赵罗袍吗 马上大家的那个耳中也都回荡出 就那么好听的曲子 是 我们觉得好听 林黛玉也觉得好听 好 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再问一次 这个作者蛮多事的 刚才那个贾宝玉跟林黛玉 不是一起在读西乡记吗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 如果说要让林黛玉 要写林黛玉也读牡丹亭的话 那就刚才一起读牡丹亭不就好了 不是很省事吗 是 好 不过这就是文学吗 文学第一个就是 文学上面不要有没有意义的重复了 对 就是如果要重复的话 这个重复必须是要达到某一种效果的 不然的话你应该要有变化 所以刚才如果是他们两个人 耳兵思摩读完了这个西乡记以后 这时候贾宝玉从秀中抽出一本 还有一本 我们还有一本 不读你就训掉了 糟糕 这有没有 不然有种搞笑的画面 很搞笑 这太low了 对不对 千万不能这么写 所以这是第一层原因 这个没有意义的重复 不能这样写 这个曹雪芹这么伟大的作者 绝对不能这样写 但是原因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全新的体验 对林黛玉而言 这个只靠听觉的体验 是会非常非常的珍贵 那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林黛玉听了这两句曲文以后 好像吓一跳 好像受到什么刺激似的呢 等一下林黛玉不是有学问吗 对啊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牡丹亭了 我也知道有杜丽娘的故事 林黛玉难道她不知道吗 林黛玉怎么这样浪得虚名呢 读过很多次了 原来林黛玉是这个没有读过书的吗 如果他连牡丹亭都没读过 那那还算是才女吗 我们现在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们想起来 这是第二十三回 那在前面第十八回的时候 不是红武梦里面就写到了这个原非行亲 这个贾元春呢从皇宫里面晚上回到家里面来 那跟家人相见之后呢 一定有一个宴席嘛 宴席上面就要看戏 这贾府的人就请原非点戏 对不对 原非呢就清 不叫清典 原非呢就点了四出戏 这我们都知道 现在红学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说 这四出戏呢就代表了这个贾府未来的命运 那么这四出戏里面最后最后的一则戏呢 就是离魂 离魂是什么 当然就是牡丹亭里面的这个 杜丽娘逝去的这个这个离魂 那我们都知道这其实代表了 林黛玉未来未婚而死的这样的一个悲剧的命运 好那么既然十八回 林黛玉明明就坐在台下 他跟大家一起看了牡丹亭离魂呢 所以就算他在此之前 从来没看过牡丹亭这出戏 那你好歹不久前才刚看过 就这么健忘吗 好就我们都对林黛玉的记忆 跟他的学习 跟他的这个学历 都充满了怀疑 会不会这样 会觉得很奇怪 是 我觉得首先啊 林黛玉如果真的还没读过牡丹亭呢 其实没有那么奇怪 因为呢 他是一个清朝人 不是个明朝人 就是他其实已经处在一个 对于女性的这个约束呢 比较严格 更为严格的一个时代 而且我们知道 贾府其实是奇人嘛 那么我们知道 奇人其实对于礼教 其实是更为讲究的 所以呢 他的妈妈就是出自贾府 是贾家的大小姐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的家教里面呢 不让他读像牡丹亭 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 爸爸是探花 妈妈是贾家的小姐 他的教育绝对是 严谨的 严肃的 很正统的 所以他没读过牡丹亭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觉得 他没读过牡丹亭 这件事情呢 也是一个必要 在这个情节设计里面 是必要 他如果以前已经熟读牡丹亭 现在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因为这必须是一个全新体验 他必须在一个 完全没有受到之前的 影响的状态之下 也就是说 还没有人告诉他说 黛玉这出戏超棒 超经典 一定要读我 没有人这样告诉他 也还没有人告诉他说 这出戏讲 小女孩谈恋爱 好恶心 我们是良家妇女 怎么能读 好羞羞脸 我们知道以后 薛宝采就会这样告诉他 Remember 就说薛宝采就会跟他说 我们好人家的女儿 怎么能读这个呢 但现在都还没有 所以林黛玉是在一片空白之下 去接受牡丹亭的这一段曲文的 这是他跟牡丹亭的第一次的遭遇 他完全是用一个个人直观的 一种方式来接受这个作品的 然后我们刚才还也提到了 就是他之前已经看过的那一出《离魂》 其实是预言了他自己未来的命运 是 对不对 但是在当时迎接贵妃 一定是花团锦簇 所谓的热火天油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 没有人在场没有人会想到说 这个点的四出戏呢 跟他们这整个家族未来的命运 是有关的 就文学上面来讲呢 这可以说是一种irony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读者 特别是我们已经读很多人都是早就已经读过了《红龙梦》无数遍 再回去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大家是有感觉的 都知道这四出戏跟这个小说后来的安排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知道 可是呢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没有感觉 他们的没有感觉 其实让这个悲剧的意义是更加凸显的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irony 那么再重申一次啊 就是重点是说 林黛玉对于牡丹亭的接受呢 就是必须要排除这个戏台上面的声色的影响 也要排除这个在剧场里面的这种热闹喧嚣的感觉 他必须要是一个 我把它叫做 他必须是一个孤独的美感体验 只有在这种孤独之下呢 他才能够深层的去感受这段曲纹 那么这种孤独呢 更像是阅读 对不对 只是他加上了音乐 好那他听了前两句就已经有感受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呢 那小说其实是非常细致的写了 他后面听曲纹的感受 他听了前两句呢 是觉得写的还蛮细腻的啊 挺缠绵的 我来仔细听听吧 他就开始听了 后面我们当然也每个人可能都会背啊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而是谁家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还只觉得说 写的真不错啊 这个文章好啊 平常看戏都不知道要听得这么仔细 然后他就再往下听 这个时候呢 他错过了中间的一些东西 他再仔细去听的时候呢 就已经唱到了哪里 唱到了 只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这两句是谁唱的呢 嘉宇记得吗 柳梦梅 这两句是柳梦梅唱的 而不是杜丽娘唱的 也就是说 他听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柳梦梅 如果是在戏台上的话 柳梦梅已经不但已经登场了 而且已经跟这个杜丽娘 两个人已经有了好多这个 似有若无的 情感的交流 情感的交流 已经发生过了 那当然 林黛玉听的时候 他是不会听到那个台上的动作啊 什么 他们只是在练唱而已 但是我们作为读者 而且《红楼梦》的读者 都是牡丹亭的读者 基本上不会 不会读《红楼梦》的 不读牡丹亭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共识 大家都知道唱到这里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小说就写到说 这个林黛玉 他听到了这两句啊 他就经受不住了 他就 这个小说说 他这个心动神谣 他整个人都就战斗 被震撼到 等到他后面再听到说 你在幽归自怜 这同样也是刘梦没唱 他就觉得自己像是 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就像喝醉酒一般 好像是进入了一种 迷茫的一种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 林黛玉她的心里 是一种 一个好的读者 应该要有的状态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文学的好的读者 我们其实随时随地 我们在读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只读这个东西 我们是读跟这个东西 相关的一整套东西 它在古人说叫做典故 在我们现在说叫做联想 是吧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 如果读到永梅花 我们心目中就会出现 所有跟梅的高洁的形象 耐冷的形象等等 连结的那些作品 跟词汇等等 那林黛玉这个时候 他就同样的就是进行了 这样的一种文学性的联想 他马上就想到说 古人的诗会讲到水流花蟹 两无情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才讲到说 林黛玉他才刚刚跟贾宝玉说 你看这个水流 他会把最好看的东西 带到肮脏的地方去 这是无情的 无情是什么意思 是不能够用我们个人的情感 去改变它的 花蟹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他又想到了 词里面说流水落花 春去也天上人间 一样的一种感受 然后他记性很好 马上想到刚才西乡记里面说的 花落水流红 这其实就是他眼前看到 那个桃花落下 这个贾宝玉把桃花放到 倒到水里面的景象 不是吗 这一切呢 所有的这些词汇 跟那个意象 跟这个意象背后所连接的情感 跟这个情感 他背后的那种 对于自然以及人世的变迁 无法掌握的那种 人生必然的悲剧 以及当然如果我们缩小一点来看 情感的无可掌握 必然消逝等等 都在那一刻连接起来 哇 所以刚才听到的那个曲纹的声音 透过他的耳朵进入他的脑中 他的脑中自行去联想了 所有这一切古典文学里面 对于美 对于时间 对于人世之不可为 不可改变 这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面 在那一秒钟里面凑聚在一起 所以呢 小说就说 他到了这边呢 心痛神弛 然后就掉下了泪来 就是我们现在常会说 这个古典小说 进行的太慢 我们都看不下去 其实我觉得哪里有慢 我觉得好快 在这一段里面 你不觉得真的是 对于林黛玉来说 这是他改变命运的一天吗 就是他在此之前 是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在这一段里面 真的超紧凑的 这一回里面呢 先不说贾宝玉了 他呢 先表达了他对大官员 这个理想世界的脆弱的体认 然后呢 在贾宝玉的带领之下呢 他第一次读到了一个爱情故事 第一次 然后呢 他在这个意外当中 侧面去听到了牡丹亭里面 杜丽娘是怎么样去领会青春 不但如此 他最后还听到了刘孟梅 唱的这个如花眉眷 似水流年 那么像林黛玉 这么样一个聪慧的女儿 她马上的在自己脑海中 把所有的事情连在一起 这个意识之间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春天青春 这些美好短暂流水 不可控制 落花的命运 跟他一样 跟他自己一样 不可预期 爱情无法期待 这些的连结 我会把它形容 这是林黛玉的爱情宇宙 或者是他个人的 生命的小宇宙 形成的一个 Big Bang 就是那个大爆炸 他的爱情宇宙 在这里是真正的 才生成的 那怪不得他会连战都战不稳了 对不对 是 说实在 我以前也看过这一段 但我看到这边 自己觉得好奇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要经过 胡小珍老师 这样跟我们细细的解释 一层一层的堆叠 我们才会看到 原来在这里 林黛玉的内心里头 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转折 以至于之后 他在面对贾宝玉 在面对 施施多多的 那些态度 好像跟我们前面所看到一个 小女孩林黛玉 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 林黛玉在大观园里面的 一个情感的启蒙 其实跟杜丽娘近了 她自己家的后花园的情感启蒙 也是有类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真可以说 这是《红楼梦》对于 牡丹亭的一种继承 当然因为是文学作品 它的继承当中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 转化跟发挥 但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牡丹亭的影响 是多么的巨大 它影响到的是 《红楼梦》可以说是 中国小说里面 同样的对于我们 所有的人的这个情感结构 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了 而牡丹亭其实是在 《红楼梦》整个 对于情的构想的核心的 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 谢谢胡小珍老师 带来这样子 剔透的一个分析 让我们不仅 从《红楼梦》里头 看到了黛玉 并且从这里 又回去看到了 汤贤祖 感受到了牡丹亭的力量 谢谢胡老师 谢谢 谢谢佳云 谢谢大家 好 那么今天不只是棍举 非常的精彩 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谢谢胡小珍老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 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 今天这节名曲欣赏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牡丹亭《金梦》这一折当中的第二支曲子 《山桃红》 《山桃红》的曲词 其实是在描述柳梦梅和杜丽娘两个人 欢好之后的愉悦和体贴 它的旋律 具有非常细致的色彩 而且节奏很流畅 所以唱的人不必太去强调特定的句子 只需要着重把字和枪唱得准确就好 昆曲非常习惯是用优美的旋律和曼妙 并且含蓄的舞蹈身段 来包装事实上其实颇为露骨的一些词曲的内容 而这支曲子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而上海昆剧团的乐媒体老师 更把这首欢好之后的唱曲 把它唱得非常的近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欣赏乐媒体老师 所演唱的《牡丹亭经梦》当中的第二支《山桃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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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